英国的国家级警报23号首度进行测试 不管是做礼拜的、看球赛的、跑马拉松的名照 下午3点一到都纷纷拿出手机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等一下在新闻当中 大家听到这个警报声响也不要被吓到了 多数的英国民众觉得这项测试不干扰生活 但是有学者认为只发警报却没有交应变的对策 可能会引发反效果 不过英国副首相道登表示 多了国家级警报能够拯救生命 周日下午3点整 英国几百万只使用4G跟5G网络的智慧型手机同步响起 幸好只是测试 还有语音提醒民众不要恐慌 有些人说警报发早了 2点59分就警铃大作 也有好几千人没收到警报 还有学者认为只是发警报 却没有说明该怎么应变 反而有反效果 还不如疫情期间的简讯提醒 格里斯教授还认为各国政府争相采购紧急警报系统 其实是康纳税人之凯 国家级警报究竟能提升民众的安全保障 还是只是增加困扰 恐怕还是见人见智 综合报导